Hello,大家好,我叫星辰 我现在来到了北山国际货场 身后啊,是越南的美国卡车 再开出去 都是美国的卡车啊,越南 从美国进口的这些二手的卡车 运货,从越南运货运水果 水果之类的,有西瓜,香蕉,火龙果 我瞬前方在那边,在卸货,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问了师傅,这个蓝色的是红细火龙果 黑色箱子装的是白新的 现在要运走了 这个货运很繁忙 都在从把越南的双品啊,在中国这边卸货 看 很繁忙 很多工人啊,都在盖火 天呐 又来一枪 这个仲海也是越南的货车啊 刚刚到了一条货 这个一枪火龙果要运走的 卡车,很多卡车都属于物流公司的啊 私人的手 这边在卸火龙果 这是越南卡车,你看 白底黑字 这一枪是火龙果 在卸往中国的货车上面 看,火龙果 红星火龙果 红星火龙果 在卸货 哦,要卸完了 从越南进的 我们到车前面看一下 大家看啊,还有中文 这是中国的卡车 重卡 难怪越南卡车上面有中文汉字 这是中国品牌的卡车 是 牌照是 越南的牌照 这边在西湖 这是一定要冷贵啊 因为 运水果的话 不用冷藏 都带空调的冷贵的话 会 水果会坏的 都是空调 这是水箱吧 还是加油的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水箱 这个是加油的 油箱应该是 因为我对卡车不懂啊 这个空调都是英文 我也不认识 卡车内部 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 好高呀 这是越南人买中国的卡车 看一下 这是 睡觉休息 这是放冰桶啊 越南人喜欢喝冰水 所以 这个桶里面放的冰块 现在是融化了 这是越南的矿泉水品牌 冰 这边是睡觉 大家看 中国卡车内部 这个还有一个收缩的 这个 也能睡觉吗 中国品牌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关于头像 这个车辆解念 这是 看 C 种 行车许个证 用于两国边界地区的货物运输车辆 当年一次有效王 这个 说明啊 我是星辰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